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我们是希望说能够通过这个沙龙的形式分享知识 打破偏见 然后建立起一个在荷兰的这种华人的知识社群 那么此间沙龙呢我们会计划式每月组织一期活动 现在由于这个疫情的原因 我们现在所有的活动还是通过这个线上的形式进行 但是会希望在这个疫情缓解之后逐渐的转到线下 所以也非常欢迎大家能够在微信和这个微博多个平台上关注我们 那么我们今天的活动呢其实是在这个荷兰的阿姆斯丹进行的 所以也想借这个机会先是感谢一下我们这次活动的这个场地的提供方 这个Beauty 他们有非常好喝的这个奶茶 然后今天呢在这里我们由于这个疫情的原因啊 就是这次活动能够举办其实也非常的不容易 所以那个也非常感谢这个到场的这个嘉宾 那么我们今天这期的主题呢是这个疫情下的艺术 为什么会想要来聊这个话题我想简单的那个先做一个开场 我们我们知道这个就是新冠疫情到现在其实已经有一年的时间了 那么他给非常多的这种产业和国家带来了这种非常大的打击 但是呢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新的变革新的亮光在出现 那么我们知道在以往的时候这个很多这种历史上的大灾难 其实往往会激发很多的创造力 那所以我们也也好奇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作为这种最有创造力的文艺艺术行业 是不是也同时出现了一些新的革新和新的变化 那么这些变化对于我们这些并不是说这个艺术行业内部的人 对我们这些普通人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于是今天呢我们就也是非常荣幸的请到了几位嘉宾 然后他们分别来自这个文艺行业的不同的这个领域 有这个文艺作品的创作者 也有这个艺术展览的策展人 然后也有这个像大众科普艺术展览 艺术审美的这种科普的博主 所以我想希望通过今天这种跨界的一个形式 让大家对于这个疫情中的艺术 包括它可能对我们生活带来的一些影响 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那我就废话不多说 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几位嘉宾 那我从我左手边开始介绍 岳涛 然后这个现在是伊拉斯姆斯洛丹管理学院 这个案例中心的主编 也是一位跨文化的培训师 然后他也是一位作家 发表过很多的这个长篇的作品 然后也是我们这个沙龙的主创人员之一 那对 一会我们会再逐步地进入各位嘉宾的这个具体的个人的故事 那么我右手边的这位是杨晓玲 然后他是这个荷兰地尔宝大学 提亚斯商学院的工商管理硕士 同时也是多间这个艺术咨询公司的这个创始人 然后他自己同时是一名这个策展人 在中国跟荷兰的多家美术馆和艺术院校里面都担任这个国际项目顾问 然后欢迎小林 然后下一位是这个宋妍 宋妍她的这个本职工作呢 是这个荷兰大尔夫特理工大学的再读的博士 然后她还有一个非常广为人知的这个昵称 就是她是这个公众号双鱼少爷的创始人 我相信这个在荷兰的华人朋友 大家应该对双鱼少爷这个公号都非常的有印象 那她是一个分享这种专事分享艺术和博物馆类资讯的一个公众号 然后这个宋妍本人呢 也是这个荷兰国家旅游会议促进局认证的荷兰旅行体验官的这个获得者 所以今天呢那我们在最后肯定也会请各位嘉宾就是这个分享一下 就是在他们各自的这个领域里面要怎么样去鉴赏这个这个艺术 所以那非常欢迎这个三位嘉宾今天在这个就是疫情当中的周日 来跟我们聚在这里进行这个分享 那么今天的这个沙龙呢 我们还是像往常一样就是主要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我们会进行一个圆桌讨论 我会就是丢给大家一些问题 然后我们会有一些主题 然后那第二个部分呢 会有这个观众的问答环节 我们会留出在这个活动的最后20分钟的时间 如果就是各位这个直播间里面的观众朋友们有任何问题的话 都可以在直播间里面给我们进行留言 那么今天非常特别的一点是 我们今天上落还有位特别来宾 我现在先卖个关子不说是谁 这个时间到了之后呢 我们会再请他出场 然后大家可以先期待一下 好的 那这个我们就进入今天的这个这个讨论的环节 我就想先说一下昨天的一个事 就昨天是这个其实是荷兰一年一度的那个 就是Sinterclass那个节 就是圣尼古拉斯节 然后昨天我正好是在这跟朋友看电视的时候 就发现就因为他们其实每年都会针对这个圣尼古拉斯节去做一期这种特别的那个电视节目 叫做那个应该是叫Sinterclass Junau 我相信家里面有孩子的朋友应该对这个东西会比较熟悉 那么我就发现他们今年的这个儿童节目的这个主题 其实在这个主题里面也是融入了非常多这种疫情的元素 比如说他会说到这个圣尼古拉斯老人今年也是就是work from home 我相信这个大家应该对此都深有体会 所以也让我想到就是说我们今天的一个话题就是说 我觉得疫情其实对于创作者来说 它其实是提供了很多新的创作元素 那么作为一个作家作为一个创作者就是你可以怎么样去消化和转写这些元素 其实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话题 所以我想第一个问题就先丢给这个岳涛 因为他本人是也是一名这个是一名作家是一名这个创作者 然后也是一个这种就是文化领域的研究者 所以我想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比如说从文化史的角度来说 这种文艺界是怎么样去理解疫情这件事的 来 我觉得很难就是代表整个文艺界来说这件事情 不过我可以简单的跟大家梳理一下 就是从文化史或者文明史的角度 就据我自己的了解来看 当然了如果说我们说到这个文化艺术 其实我们看的不只是一件作品 这个创作的本身 其实我是比较倾向于看任何东西都是看一个大历史 看它一个宏观的整体的背后的它的布局 就是包括其实艺术就是人 它自己怎么反思自己的这么认识自然 人和时间的关系 然后人和空间的关系 从这个角度来看呢 其实疫情是一个非常非常古老的 就是伴随着就是我们有文字记载以来 你就可以看到有疫情的记载 如果说追溯到不管是旧约西伯来圣经 或者是古希腊神话和马史诗里面都有疫情的记载 这个疫情的记载呢 它是其实是关于人 就是末日审判呀 上帝怎么看我们的呀 是跟这个是相关的 但到后来一点 你发现基督教的传播 佛教的传播 其实跟疫情也是有关系的 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 大概是在二世纪三世纪的这个时候 东方西方 就中国和欧洲 同时发生了一个就前后吧 发生一个非常大的疫情 就是天花 就第一次被有记载的天花 然后那时候呢 欧洲是古罗马的时候 后来当时对他们的人口损失非常大 他们也对这个人的打击也非常大 然后基督教就是在那个时候 从一个小邪教吧 我们说就是被打压的 被迫害的这么一个邪教 就是在人口当中普遍传播开来了 然后中国呢 那时候大概是东汉末年 然后到后面的魏晋的时候 我们知道是佛教 在中国开始传播起来 包括玄学啊 什么开始发展起来的时候 如果我们再把这个时钟往后面推 这么一千年 当中有很多很多 其他的疫情 我就先跳过了 因为今天没有时间 讲这么多的东西了 大概到十四世纪 十三到十四世纪的时候 又是在东方西方前后 就发生了非常非常大的 我们说global pandemic 那就是黑死病 其实第二次黑死病 第一次是在大概六世纪的时候 那个我也先跳过 第二次黑死病呢 在中国现实现发生是草原民族 其实草原我想从文化的角度更新大家一个概念吧 因为我们以前看古代史 我们都是觉得中国是一个文明的中心 然后欧洲是个文明的中心 然后我们就把目光聚焦在这两个文明的中心上 然后忽略了当中一大片地带 因为他们是蛮族 其实我觉得我们不应该这样看 因为你看那些蛮族 不管他们草背上的民族吧 草原是一个长廊 就中亚那块 一个高速公路 然后他们骑着马从呼啦啦到这儿 呼啦啦到那儿 然后不管他们到哪儿 都对当地的那个农耕民族会产生非常非常大的影响 然后包括黑死病 就是草原民族先带到中国 然后呢又带到就是通过商人嘛 带到热纳亚 带到意大利 然后这个大家都知道 对意大利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 然后它直接间接的就催化了文艺复兴 不管它是对人们对自我的认识 对科技的认识 对世界的认识 都有非常深刻的改变 刚刚我们说到宗教是在天花的时候 兴起的兴起的 然后文艺复兴的时候 人们就意识到 哎呀它这个教会 它是不能帮助我们 所以它以不同的眼光去重新 就是追根溯源吧 从人的角度来解决一些问题 从科技的角度 我想过会儿可能杨小莲也会说到 这个是跟我们现在有什么关系 好 然后我再把时间快进一段时间 然后我们就看到 其实我们的globalization 我们的全球化 最开始殖民化嘛 其实也是跟疫情有关系的 就是人的文化 你的语言 包括你的西方的思维 它是怎么在全球范围内传播起来的 我想大家如果读过那本 Jerry Diamond那本书 就是Guns, James and Steel 就是枪炮 病军和钢铁 他都应该知道 就是西班牙人当时征服南美的时候 美洲的时候 他用的不是枪炮 而是也是以天花病毒 把那个阿兹塔克人 几乎都消灭光了 然后就是从此以后 大航海的时代 导致了殖民时代 导致了这个全球化的时代 就是我们现在比较熟悉的时代 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同时呢 那个时候大概是过了 大概一百年是中国 清朝替代明朝的时候 清朝替代明朝也是 就是李自成的这个大军 为什么会败给清军 清军以少胜多 其实因为也是疾病 它是天花和鼠疫 同时在中国北方传播 然后让使中国的历史进程 也有了改变 好了 反正这个事情说起来 也非常非常长了 我就放到这为止 因为后面的近代史 大家都比较熟悉了 我就不说了 我就想跟大家说一声 就是总体来看 因为我们现在的疫情 它不是历史上第一次 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我们今天觉得 我们非常shock 是因为大概是几十年 近百年来 我们没有发生过 这么大的大疫情 我们几乎是把这件事情忘了 我们觉得人类非常伟大了 可以征服自然 征服世界 科技发展了 我们的医药发展了 但其实在很多时候 我们是非常脆弱的 我觉得这次疫情 让我们看到 或者让我们人类 就是把时钟先停一停 然后调整自己的位置 我们在整个的自然界中 我们处于哪种位置 然后重新反思 我们将来往哪走 我想这些关于未来的展望 其他两个相片 可能能比我说得更加好 我只是呼啦呼啦 给大家做了一个梳理 把历史梳理了一下 好 谢谢 好的 感谢月陶 用非常精简的语言 帮我们过了一遍 瘟疫与瘟疫的历史 然后我觉得另一个问题是说 就是我们当今的大众啊 就是我们在讲到艺术的时候 可能还是会觉得说 艺术是一件比较门槛的事情 就是我们去到一个博物馆里面 然后看到一幅油画 但我们要怎么样去欣赏它 总还是会觉得 艺术跟普通人之间是有距离的 那么今天我们的另外一位来宾 他也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 就是这个宋妍 他创办的这个公号 双语少爷 我不知道你们现在有多少粉丝 但是我是每期必读 对 但其实最早可能很多人知道 你是因为这个 就是早 今年早些时候 在这个疫情第一波期间 其实当时你也做过一些 关于这个疫情的这种追踪 分析和统计 所以我们其实都觉得 就是非常的佩服吧 就是说在自己这个主业之外 还能够如此就是稳定的 去进行这方面的输出 那么我想今天我们也想 这个留一些空间 给这个双语少爷的故事 就是你是怎么样开始 就是说想要去做 这么样一件事情 就是说去向大众 进行这种艺术方面的科普 然后包括你自己个人 你是怎么样开始 就是对博物馆感兴趣的 好 谢谢 其实可能大家从介绍中 已经看到 其实我现在只是一个 戴尔夫特理工大学的博士 那么我的专业呢 是城市规划 其实也和艺术没有很大的关系 但是其实从我上大学以来 就一直对博物馆 还有艺术非常感兴趣 我之前是在统计大学 读的本科和硕士 那么在上海的期间呢 我也其实也经常会去 上海博物馆 或者上海美术馆之类的 去看展 因为我整体感觉上 我的感觉是上海的整体感觉 它的艺术氛围要在国内 算是比较领先的 而且我还在博物馆 以及艺术馆内 怎么说 参加了一些志愿者活动 所以就渐渐地 虽然我的本职工作 并不是与艺术有关的 但是渐渐地开始 对艺术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 那么后来呢 申请博士之后 又来到了荷兰 这个充满了艺术的国度 来到荷兰之后 我才发现荷兰真的 每个城市都有非常非常多的博物馆 尤其是像阿姆斯特丹 海牙或者路特丹这些大城市 每一个博物馆真的都可以说是 非常非常精品中的精品 那么我来到这里之后呢 就感觉像 怎么说 面对了一桌美宴一样 然后就开始不断地去 吸收和消化这些艺术 那么我也会带着我的朋友 一起去逛博物馆 但是很多人都是对于博物馆不太了解 就感觉 我们去博物馆该干什么呢 你不如给我讲解一下 然后呢 我就开始逐渐地 每次和我的朋友去看的时候 我就会渐渐地去给他们讲解一些 比如说这幅画作的画家 他的生平 或者是这幅画背后的故事等等的 然后渐渐地呢 就会发现 朋友就和我说 你给我讲一个人 只给我一个人讲 没什么意思 不如你建个公众号 然后分享一下 然后我之前其实也有一个 自己的公众号 就是写一些邮寄啊什么的 后来我就开始渐渐尝试 评测我曾经去过的博物馆 然后后来呢 粉丝就开始不断地增加 我发现来到荷兰的很多小伙伴 其实都是对艺术有一种 非常浓厚的兴趣 而且我后来也建了一个看展的团 然后看展的微信群 然后微信群里的人也在不断增加 然后虽然我并不是说 像见到一个我自己的群一样 我让大家干什么 大家就干什么 我看到大家在群里互相交流 看展的体验 以及或者是互相相约及看展 我感觉确实 如果你身边会有这么一些人 哪怕你从未谋面 在艺术的交流过程当中 也会渐渐培养起自己 对艺术的兴趣 而且我个人感觉 每个人其实都是向往艺术的 我们每个人布置家 或者穿搭衣服的时候 其实都是一种艺术的在创造 谁都想把自己的家设计得非常独特 谁也想让自己的穿着非常的时髦 其实这都是艺术的一种表现 并不是说博物馆里面的油画 或者是那种很当代现代的 艺术装置才是艺术 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生活在艺术当中 所以我想通过我的公众号表达 就是这一个理念 就是每一个人其实都是艺术的一部分 艺术其实并不是那么高深不可触及的这种感觉 好 谢谢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那个对 宋言提到的这个博物馆群 其实也是我自己在这个疫情期间吧 为数不多的在生活中还能找到的乐趣之一 就是大家会在里面这个相约着去看展 那么我觉得这里也涉及到就是艺术的另外一个面向 因为我们现在的人在说到这个艺术的时候 可能印象更多的还是说这种博物馆里面的油画 特别是如果在荷兰这样的地方 那么在这一次的这个乍龙的筹备过程当中呢 我们也我们就后来就结识了这个杨晓玲 然后晓玲呢 他自己本身在做的这个艺术可能更接近于说 今天的艺术可能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形式 所以我自己在之前跟他沟通的过程中也是学习到了很多 也就是其实今天的艺术可能表现的形式已经很多了 特别是在这个科技如此发达的这么一个时代里面 所以我觉得也非常就是想问晓玲那个问题 就是说你作为一个这种策展人 作为一个这种就是艺术行业里面 一直这个走在前沿的这么这么一个参与者 就是你自己观察到的当今的这个艺术有一些怎么样的趋势 然后他跟传统的这些博物馆里面的艺术 可能会有一些怎么样的不同 好谢谢此间沙龙的邀请 我也特别高兴今天能够跟大家一起来做一个分享 我想先讲一下就是为什么我会特别高兴的今天过来 因为其实在你们给我第一次邀请的时候 我看了一下你们第一期的节目 你们当时做的这个是关于这个大数据的一个反思 就是大数据和人类的发展的一个关系 包括我们对这个未来的智能社会的一个反思 然后包括你们的这种非常跨界 因为我们都是非常跨界的这种 大家一起来讨论 就是我们抛出一个问题 然后大家一起来讨论 从不同的角度来讨论它的这种形式 它就非常的让我非常的感兴趣 因为我发现就是我们的这个艺术行业里面 其实也跟这个有非常多的共通之处 首先一个就是 我相信你们之所以选择这个第一期话题 从这个技术和人类的关系入口 就是因为我们发现它这个问题其实非常的紧迫 而且它非常的重要 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可能也觉得需要更多的人 从多元的角度去看待它和讨论它 所以这个其实在艺术行业也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说我们一方面其实是在就是传承 就是油画也并没有错 我们也继续在做这个事情 但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又在通过这个技术不断地去探索它的边界到底是什么 它未来的可能性又到底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科技和艺术的关系就有一点像上山的两条路 就是你爬着山 然后突然在山顶的时候你发现 就是艺术和科技它相遇了 所以它其实呢都是一个 就是都是一种媒介 就是就好像我们经常讨论这个 未来的多元媒介的这种艺术的时候是一样的道理 就是我们就是从古到今我们看待媒介的时候 我们先不谈艺术本身它有多少种创作媒介 我们先谈什么是媒介 就是媒介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我们 就是从古到今我们有很多 我们要追求真理 我们也要追求真相 我们有很多未知的东西 我们对自然未知 我们对这个就是地球当时什么样的都是未知的 那所以我们在探索真理和真相的过程中 我们需要媒介 那这个媒介是什么 它可能是信仰 就是也有神 我们有东方的神 有西方的神 那这个还有的媒介是什么 可能是艺术 那慢慢地越来越多的媒介 就是它越来越占据我们生活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媒介 其实就是后来慢慢地加速在发展起来的科技 所以我们说从宗教到艺术到科技 其实它是在不同的人类的发展阶段占据着不同的重心的一种看待世界的媒介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去看待艺术的媒介的时候 它当然也不会紧紧纠结于一种媒介 它这个媒介并没有好坏之分 没有高低之分 它只是说更多地去接近我想创作的这个目的地 就是更多地接近这个山顶的一种形式 所以我在听了你们第一期的这个节目之后 就觉得我很感兴趣 觉得用这个机会我们可以来讨论讨论 就因为艺术的话题真的很大 你也很难去就是把所有东西都讲全了 但是我觉得也许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切入点 让更多的人可能就是比如说新兴一代的年轻人 他们对这个艺术这个东西可以感兴趣 那我觉得也是一件挺好的事情 因为我最近从我本身的策展来说 我也做了很多的 包括我们今年尽管有疫情 我们在K11也做过 就是在国内也做了一个关于这个Next Nature的一个就是展览 他们是在一个大的群展当中 那像我们现在在做的很多的艺术家群体 其实他们都是来自各种不同的背景 他们其实就像我们的紫尖沙龙一样的 就是可能有科学家 可能有艺术家 可能有这个设计师 也可能有工程师 我们一起来实现一种东西 来研究一个东西 那我本人对这个也非常感兴趣 我们今年在情当中 也想做一些 就是能够降低科技门槛 让更多的人来掌握一种新型媒介的方式 然后来创作 来做一些新的创作的突破 所以我们也做了这个Studiotronics的 这个AR的一个尝试 它还是一个实验 我们也是刚刚在推出 所以这个也是我的 就是作为从业者我们的一个观察和一个努力吧 好的 非常感谢三位嘉宾 对 我相信这个可能现在直播间里面的观众朋友们 对他们各自的这个故事 应该也都有 就是会有一些更多的问题 那么就是也欢迎大家随时把问题PO给我们 然后其实我在就是这个问这些问题的时候 我自己也是觉得有一点点心虚 因为我觉得我们刚才问的每一个问题 其实都是你扩展开来可以写成一本书的问题 然后也非常感谢就是说这几位嘉宾能够在 非常专业的同时用非常简洁的这个回答 给我们提纲切领的讲了一遍 他们各自在这个各自领域的一些观察 那么我想接着刚才小林提到的一个点 就是接着往下走 就是你提到说最近可能有一些这种 艺术的项目在尝试说降低科技与艺术的这种门槛 然后我相信这个在疫情期间 其实疫情不光是说会激发像刚才岳涛提到的这种 对创作的这种创作力 它可能其实也会带来一些 比如说像博物馆这样的地方 他们会需要有一些新的这种尝试 那像我们可能大家都比较了解的一个是 很多这个博物馆的以前的这种非常一票难求的展览 就搬到了线上 然后除此之外 博物馆今年就是也出现了一些 比如说像这个更多的公众艺术 可能会进入了这个博物馆的这种馆藏 可能往年你需要花好几年的时间 去排的一个展 然后今年的这个展览的时间 就突然一下子就变得特别的短 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些现象 然后刚才这些知识呢 其实就是我们之前在跟这个宋颜聊天的时候 他告诉我的 所以我想接下来就把这个话筒交给他 就是作为一个这种艺术博主 这个艺术爱好者 在疫情期间你观察到了 就是博物馆出现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 然后你自己个人在这个期间去参加这些展览的时候 有没有一些不一样的个人的体验 其实我有做了一些 我有做了一些幻灯片 请麻烦后台来切换一下 来介绍博物馆有哪些变化 其实我个人总结 疫情对于博物馆产生的变化呢 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个是网上的方面 一个是现场的方面 那么从网上的方面呢 其实很多博物馆 我印象中世界上第一个在网上开设 online collection或者是online museum这种的博物馆 是卢浮宫 他大概在十几二十年前就已经开始开设了 网上博物馆 那么荷兰之后呢 很多大博物馆其实也在陆陆续续的 开设一些网上的博物馆 但是正是由于这次疫情 导致荷兰很多的博物馆 大家都知道在三四月的时候 关门了一个月 在上个月又关门了两个礼拜 所以这就批示着每个博物馆 在把怎么样才能让博物馆 获得更多的顾客 更多的游客 以及把自己的馆藏推荐给大家 那么第一个网上博物馆产生变化的呢 就比如说是很多博物馆都有了online collection 大家可能可以看到幻灯片 我举的例子呢 是现在凡高博物馆的一个online collection 那么以凡高博物馆为例 每一个博物馆现在都在争取 把自己博物馆内的藏品 以及他们可以展现给观众的 哪怕是画作或者是艺术设置 甚至是一些画作背后的故事 全部展现给观众 所以现在大家如果去参观每一个博物馆的话 每一个博物馆的网站的话 都会看到非常详细的这个博物馆 馆藏的一些作品 请麻烦切换到下一张 在这些博物馆馆藏当中做的比较有特点的呢 我另外又找了一个是荷兰国立博物馆的博物馆藏 对 它呢 虽然国立博物馆把它博物馆内的数十万 甚至上百万件的作品已经全部电子化 但是呢 它在想把参观者的这些感官得到进一步提升 所以他们提出一个project叫做RxStudio 所以每一个观众呢 可以登录他的博物馆 免费注册一个账号 这样的话呢 可以把你自己喜欢的画作 然后自己给他条理化 或者按主题来排 怎么说创建不同的文件夹 这样的话呢 你就可以创建比如说我喜欢月亮 我就把跟月亮有关的画作放在一起 然后如果我喜欢爱情 我就会把跟爱情有关的作品全部放在一起 这样的话呢 国立博物馆的馆藏 就像是你自己整理的一个文件夹一样 全部分门别类的 你可以去放置设置在你的账号里面 这样的话呢 观众在 怎么说浏览博物馆的馆藏的时候 也增加了自己的想法 而且这些数据呢 其实他国立博物馆都会进行一个分析 从而更好的来指引 或者是指引他们的布展 看观众更喜欢什么类型的主题 来布置这些画作 这是第一点 博物馆馆藏的电子化 那么第二点呢 可能就是 请麻烦切换到下一张PD好吗 另一个变化呢 就是 网上的电子导览 因为很多 由于疫情博物馆都关门 所以很多想去博物馆参观的观众 都没有办法去现场来参观 所以很多博物馆呢 就采取了多样方式的展览方法 让大家在网上都是可以参观 比如说我现在举的一个例子 就是 戴尔夫特的Princetonhof Museum 在这个博物馆呢 最近正在进行一个 戴尔夫特银器的展览 因为大家可能想到 戴尔夫特肯定就是戴尔夫特蓝桃 荒兰黄金时期可能说是 等于说是一个代表 皇室非常喜欢的一种桃器 但是其实在那个时期 戴尔夫特的银器也是非常出名的 所以这个博物馆呢 就开展了为期几个月的银器的展览 但是由于疫情原因呢 大家没有办法去参观 所以呢 这个博物馆就联合一些科技公司 来把整个博物馆的导览路线 用3D的形式展现给大家 这样的话呢 你就可以在网上像模拟 像Google Street 谷歌街景一样 浏览整个特展的邮线 这样也是非常有趣的 而且在每一个点 它都会有设置每一个银器的介绍 这样的话呢 你不用买门票 甚至都可以免费的来参观 这个特展 另一种方式呢 就是 比如说像北布拉班特博物馆 请麻烦切换到下一张 换灯片 北布拉班特博物馆为代表 其实很多博物馆 没有条件来提供这种3D的导览 反而他们更多的试用了更多的实时导览 像他们会用Instagram或者YouTube来进行live 这样的话呢 他们会在特定的时间 找特定的专业的导览人员 来介绍馆内的馆藏或者是特展 这样的话呢 每一个观众在疫情期间 哪怕你是居家办公 居家工作 但是同样是可以在网上 跟着这个导览人员来游览博物馆内的各种展览 切换到下一张 那么其实对于很多家里有孩子的家长 可能家里这些小怪兽怎么样hold住他们 其实是一个非常难的办法 那么很多博物馆呢 其实也为了增加这个家长的培养孩子的一方面 培养孩子兴趣的这种想法 以及怎么样让孩子产生兴趣 很多博物馆都推荐了 很多居家可以进行的一些艺术的创作或者互动 比较有代表性的呢 就是这个位于阿姆斯特的NEMO NEMO博物馆 其实很多孩子都非常喜欢这个博物馆 因为它等于是最大的儿童类的科技馆 这样的话 在这个博物馆的官网上呢 有非常多的可以在家就可以进行的一些小游戏 或者小互动 这样孩子在各种实验当中 就可以了解到这个博物馆 了解到一些跟物理化学 甚至生物有关的这种知识 感兴趣的家长们 其实都可以去这些网站上去探索 像我只是举了一些例子 其实每一个博物馆 它都有自己的创作 怎么样让博物馆内的展品 让更多人所知道 并且提升大家来 疫情之后再来参观这个博物馆兴趣的方法 那么其实在 那么其实后来博物馆都陆陆续续开门了 在开门之后呢 由于防疫措施的要求 很多博物馆也产生了非常多的相应的对策 比如说现在这一张幻灯片里面 就是Maurice House里面的 现在如果大家想要参观荷兰博物馆的话 都是强制需要在网上预约的 而且每一个博物馆根据它容量的大或者小 也有上线的人数 如果博物馆的展览空间越大 在规定时间内可以参观的人数 就会相应越多 如果是一个博物馆稍微较小 可能单位时间内参观的人数就会较小 但是每一个游客想要参观博物馆 都一定要在官网上提前预约 这种时间段来参观 这样从一方面呢 减少了在馆内人云产生拥挤的这种可能性 那么另一个方面呢 麻烦切换到下一章 另一个方面呢 其实每一个博物馆内 都是非常严格的控制人数的 那么这样 我后来去了一些博物馆就会发现 比如说像荷兰国立博物馆 梵高博物馆这种大馆 真的出现了疫情之前那种 如果大家疫情之前去过这些博物馆 就会发现真的 如果你看到一幅名画 在夜巡前面永远排布着很多的人头 但是在现在呢 你就会发现很多出名的画作之前 可能就只有一两个三四个人在那里参观 所以我知道我身边很多朋友都会选择在疫情期间去参观博物馆 一方面呢是由于人数比较少 你确实能够看到这些名画更细节的部分 因为你可以更近距离地去接触这些画作 而另一方面呢博物馆的防疫措施也是做的 相对来说会比较到位一些 好下一张环灯片 那么在博物馆内部呢 其实也有很多很严格的防疫措施 大家可以看到右边的这些措施 现在如果进入博物馆的话 每一个人都要严格都要佩戴口罩 如果不佩戴口罩的话 大家知道都要都会被罚款 那么在博物馆的路线上呢 很多博物馆都推出了单线旅游 就是你游览的路线呢 要严格按照博物馆所规定的路线 这样的话呢你就不会和人有面对面相遇的机会 而且很多的地面上都在时时刻刻的提醒大家 保持1.5米的距离 而且几乎每一个展厅前面都会有 棉水洗手液来供大家进行消毒 所以说从总体上来看呢 荷兰的博物馆对于疫情的反应 其实也是相对来说比较 相对来说是严谨的和其余的餐馆呀 或者景院相比 博物馆的防疫措施做的是相对到位的 我想这就是这个疫情可能带给博物馆的一些变化 一方面增加网上的宣传度以及网上的展品 而另一方面呢来确保来到线下的参观的人们的安全 好 我想说的就这些 好的 那个谢谢宋言 然后大家如果对于这个博物馆和疫情 就特别是荷兰博物馆这块有更多的这个兴趣想了解的话 也可以去这个在宋言自己的公号上可以去阅读更多的信息 那么我的下一个问题想这个 这个扔给小林 就是说因为你的这个职业中 你是一个这个策展人 然后我们也理解说这个策展人 其实在决定说什么样的展览能够进入博物馆的时候 是有非常大的一个这种话语权或者说这个决定权的 然后所以刚才你分享的这种关于说 现在比如说像艺术跟科技之间的这样结合的一种趋势 我自己是觉得非常非常的有意思 因为我觉得科技它对于所有这种身处疫情中的人来说 都有一个非常大的这种帮助的作用 比如说像我们如果是十几年前当非典的时候 跟我们现在2020年就是身处这个新冠疫情 这种很重要的一个变量 其实就是科技 就是我们现在的科技的发展 让很多人拥有了这种在家里面工作的可能 然后也拥有了这种比如说远程协作 或者说让一部分的这种城市的生活 还能继续运转的这种可能 所以我也想就是请教你 就是说在这个疫情与艺术 还有科技的这三者的关系上 你是怎么样怎么样看待的 就是你怎么样来理解说艺术跟科技 他们在疫情之中去更加紧密的进行协作这样一件事 你会觉得这件事情的出现是一种偶然 还是有某种程度上的必然 这个问题还挺有意思的 因为刚才宋言也讲了很多关于美术馆方面的 就是跟疫情以来它的一些变化 我觉得我可能可以补充一下 就是我们看艺术首先是看艺术这个行业 然后可能看艺术这个它的生产者 就是艺术家他们本身吧 我觉得从行业来说 刚才宋言也讲了蛮多的关于美术馆的 我可能补充一下 我觉得就是其实疫情让很多艺术的从业者 或者让很多艺术的行业人士 逼迫他们去走出舒适区 但是可能也会发现更大的一片天空 当然也有很多比如说小的美术馆也遇到很多的问题 那比如说我们举几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看那个拍卖行的话 我们就也看到比如说像加士德 我觉得他就在疫情期间的这个线上做得非常的好 包括他在争取这个亚洲的厂家 实际上线上是 他的二季度的线上基本上最高的时候拍卖达到了88% 其实这个历史非常高的 而且他也争取到了更多的亚洲的厂家 就是很多人可能原来是一直在寻着自己的路线在走 但是突然一下所有的游戏规则打乱掉了 反而是有了一些新的状态出现 包括今年的那个荷兰设计周 他是第一次全部放在网上 然后也做了有一些3D的这种看的这种方式 那对于我很多的国内的朋友啊 包括那个设计师啊 他们他们就是原来其实很难有机会 因为三月份基本上是 sorry 不是三月份 就是基本上是他们最忙的时候 就是三五月份那个阶段 但是这个就是 包括就是 我说的有点乱 就是 但是他全部线上之后 反而让很多没有机会过来的人 他可以就是在线上去看到更多的作品 也了解到更多的他的一些面貌 那包括就是我们今年也做了很多的这种线上的一些教育的 包括访谈 包括一些论坛 包括我们做了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关于荷兰和中国的玻璃的一个交流 那就是你会发现 事实上原来本来很难有机会把这么专业的一批人在同一个时间段聚集到一起 但是因为我们尝试从线上来做 反而使它有了可能 就是原来你可能你把大家凑到一起这种时间 而且你还要签证 你还要有国际旅行 它是非常困难的 但是我们尝试做这种线上 反而让它产生了一种全新的面貌 而且有很多可能原来很难来参加活动的人 突然发现 我突然了解了中国的这个艺术作品 它好有意思 它通过线上来了解的 那国内的艺术家也是 我突然发现 原来这个荷兰艺术家我可能原来很不了解 但是通过线上的方式 我们甚至于有可能会成为朋友 就直接就沟通了 所以它也给我们带来一些新的气象 从艺术家本身的创作来说 我觉得可能这个是需要一个时间段的 就是从创作本身来讲 我想疫情它是有偶然性的 因为它在哪里发生 什么时候发生 会持续多长时间 我们大家都不知道 它是有很大的偶然性 所以就像刚才岳涛所说 它在历史上会不断地出现 但是其实我们也很难去判定 它什么时候 所以艺术家 我觉得对他们来说最大的影响 可能是在生活健康方面的一些考量 可能我们要用更长的时间周期来看 一个艺术家 他对这个疫情的一个反应 在他作品上的一个呈现 这个是从偶然性的角度来讲 但是其实我发现 其实艺术家他很大的程度上 他也在做一些有提前 就是超前的一些考量 我认为这种超前的考量 就是他们会去 可能在几年以前 他就已经在考虑 这种人和自然的关系 因为其实疫情的发生 它就是一种自然的现象 那他们可能会在作品里面 就呈现人和自然的关系 人和科技的关系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就是人和这个社会的关系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事实上艺术家 可能并不会因为疫情的发生 去中断他们本身已有的创作 或者说他突然一下 就开始仅仅以疫情 为这个就是创作的目标 来进行创作 而是他可能会延续 他一直的这种超前性的 看待问题的方式来做 这个地方我也给大家 就是准备了几个 就是艺术家的作品 我觉得可能更好的去理解 为什么我认为 真正好的艺术家 他是有一定的超前量的 我们可以来放一下 这个我们看到的是 就是我就是想延续 你们上次第一次讲到的 这个大数据的问题 所以我第一个想呈现出来的是 一个关于大数据 就是他是世界上 就是一个荷兰艺术家 但是他是世界上做的相当前卫 就是他从十几年前 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大多数人 可能就是都还没有理解 什么是大数据的时候 他就已经开始 用大数据在做创作了 然后他也会自己 去设计一些软件 来做这种大数据的采集 和做一些作品的呈现 这个艺术家叫Hetmo 一个荷兰艺术家 他被死在鲁特丹 那这个我们看到的 这个作品呢 他叫山水 跟这个作品 有一个相应的作品 叫地平线 地平线这个图 我没有放进来 地平线他用的是 博伊曼斯美术馆里面 所有的有 就是画作里面 有地平线的作品 他把整个地平线 拉成了一条线 然后就把所有的作品 作为一种数据库的形式 让他不断地去变化 就是拿地平线 做一种线索 把所有的作品串起来 当你的人靠近 这个作品的时候 它是一个互动的 就是你很想 走进这条地平线 去看待这个作品的时候 它画就变掉了 就是有很多很多其他的 有地平线的这个 艺术作品就出现了 然后紧接着这个作品 完成之后 他就做了 我们现在图上看到的 这个山水的作品 那这个山水的作品 其实他就是用的中国画 那我们知道 这个就是地平线的种 它体现的是西方的透视关系 那中国画的山水 它是一种更意境的 这种距离关系 它跟就是 它其实可以明显地看出 东方和西方 它在看待问题的时候 它在这种 就是画面的结构上 是有很大的差异的 它其实骨子里头 这种文化的诗 就中国可能更有意境 和诗意的东西 那所以它其实也做了一个 到底什么是东方 东方是什么以东 什么是西方 什么以西 就是我们现在所说 东方和西方 它的定义到底是什么 然后我们看待问题 是不是本质上有一些差异 然后它也是用这种 大数据的方式来做一个 就是它的一个展示 那比如说我们看到下一张图 下一张图我们可以 就是扫一眼 然后翻到更下一张吧 就是这两张 其实都是同一件作品 它是 这个也是赫特莫 它就是在那个 就是阿姆斯坦电影博物馆 外墙做的一个投影 那当时它做这个投影 其实就有一点像这个 就是我们看到的这种 户外的电影院的效果 因为它本身里面 就是一个电影博物馆 然后投在外面 我们都知道 我们从阿姆斯坦 做这个轮渡 过这个 就是爱这个河的时候 就是 就是其实有各种各样的人 就阿姆斯坦 它是一个非常多元的 一个城市嘛 各种各样的背景的人 那它选的这个数据库 是什么呢 是那个 很多就是几百部 几千部电影里面 关于这个对话 就是很小的那部分对话 关于我是谁 你是谁 就是它中间可能有很恐 你是谁 就是很恐惧的 但是也有非常 就是两个人陷入爱情的 我很感谢 你是谁呢 就是 它把所有的这种电影片段 全部切出来 然后用很大的这种 电影放映的声音 配上音乐 它有这种四季的变化 就是 就是春天 这种繁花 秋天的落叶 冬日的这种雪花 然后就是这种 就是年的 一年一年的这种变化 然后加上电影里面的这种 各种情绪 也用数据库的形式打出来 然后当你在爱河上 你做这个轮舵过去的时候 你是听得到这个电影的声音 你就觉得你在看一部电影 但是呢 你同时你又发现 它其实是一个数据库 它是很多很多数据的一个展示 那它也做过一个 我们往后翻一张 这几张可以快速地看一下 就是后面这几张 这三张其实都是在讲的 它的一个系列的作品 它就是讲的关于这个 匹配 就是我们机器 就是它做的这个软件 就是用机器 它不断地来判断 这两组照片它是匹配的 那我们都知道 我们看到这三组照片的时候 其实它完全不匹配 就是用我们人的 比如说我们看到第一张 这个打网球的 和这个壁画上的人 比如说第二张 这个甚至有这个CCTV的 然后我们就发现 用我们人的已有的认知来说 它是完全不匹配的 但是如果我们用机器 就像我们你们上一次 讨论到的这种智能化的东西 用大数据的 纯粹大数据和智能化的形式 来看它的时候 它又是非常匹配的 所以它其实也是在反思 或者说我们在 就是来问 我们现在的科技 是不是绝对地可以代替人类 你的认知 你的知识 你的经验 你的文化 那这个东西是不是未来人和 机器之间最本质的一个差异 所以我们就看到 其实艺术家 他已经非常超前地就在思考这个问题 甚至于在我们绝大多数人都还不知道在讨论大数据的时候 他们就已经非常超前了 那又比如说后面我们往后翻一张 这个 这一张和下面一张都是一个关于无人机在做的一个艺术作品 它是荷兰很有名的一个艺术组合叫Studio Drift 他们前年在阿姆斯坦也做过这种户外的一个展示 那他用的这个无人机 他就是模拟的 他不是单纯的上去做一个图形 他是模拟的这个鸟在飞行 就是鸟在飞行的这种状态 所以他其实就是要需要做很多的本身的这种研究 包括后面他们做的这种蒲公英的这种装置 也是把自然界看起来非常脆弱 但是其实结构又很完整的这种作品融入到里面 我们可以往后翻一下 这个是刚才那个蒲公英的作品 我可以尽量快一点 因为我们今天时间有限 这个我想就是谈一下艾利亚颂 我其实是想讲他今年2020年想做的一个作品 所以我们会把这两张作品快一点 这个可能大家都有了解 就是对当大艺术有了解的人 这个在泰特的美术馆当时做的一个关于天气计划的 这个当时访问量是将近200万人 就半年的展览200万人 所以他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艺术家 往后一张这个彩虹全景是现在在Aurus这个美术馆的上面 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当代的艺术家 他们在做作品的时候 他已经不完全是以自己的能力 他可能要结合很多的建筑师 包括科学家来共同达成他想做的目的 这个是他往后一张 这个是他在2020年的时候做的一个作品 所以我们看到其实他没有直接的去反映这个疫情 但是他其实在做的是一个 跟我们现在在做的有一点像 就是用的这个技术是相似的 都是AR的 就是你可以去找大自然中的任何一个物件 白云也好 或者是往后一张 比如说房子 井水盖 你可以给他配有表情 就是他可以跟很多的人来互动 就是这个作品可能甚至于都不是艺术家一个人完成的 可能需要很多很多的人的一起来完成 那你可以去用这个技术来给所有的物体来配音 然后我们可以快一点 然后包括现在在亚洲就是走得比较前卫的 包括Team Lab他们做的这种跨界的这种无界的这种艺术作品的展览 现在在全世界各地也在寻回 再往后一张 这个是往后这几张可以迅速地翻一下 这个是我们就是现在在做的一个 就是目前在世界上还没有 就是跟我们这种类似的 我们其实是想做降低这个技术的门槛的一个实验性的一个项目 所以我们无论从小孩到成人 从非专业到专业 我们其实想把这种可以往后翻两张 就是把这种AR的东西用更简单 更可操纵性的方式给更多的人来使用它 因为你只有更了解它 你完赚了它 你就更容易去拿它应用到你的创作当中 所以我们这个是我们其实想达到的一个目标 也是我们在2020年的一个尝试 所以也是疫情科技和艺术 它们不断地在做一个交互互相的影响的一个结果吧 好的 非常感谢小玲这个非常丰富的分享 然后今天确实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 可能没有办法一一去重进 但是也非常欢迎就是直播间里面的观众朋友们 如果对这方面的这种当代艺术跟科技的结合感兴趣的话 可以关注这个小玲个人的一些艺术的项目 我们回头也会在这个链接里面PO出来 然后我想进入下一个讨论的环节 然后这其实是一个我想PO给三位的问题 待会儿先从这个月淘开始吧 就是刚才两位都谈到了 就是说不管说这种古典艺术 哈喽 大家好 我们又回来了 刚刚只是一个这个意料之外的中场休息 然后那个也非常感谢大家 这个现在仍然在线看我们的这场直播 然后刚才其实是因为这个直播后台出现了一点故障 然后那这个其实也 我们因为今天这个时间就会变得更短 所以我们现在就想这个 我们直接就跳入下一个环节 那么大家如果就是回头有一些问题 或者说对今天这个嘉宾分享的 这个具体的一些内容有这个更多的兴趣的话 可以在这个直播间或者微信后台给我们留言 我们会争取在之后的这个环节当中去一一回复 那么在今天这个沙龙开始之前 我当时提过我们今天会有一位这个特别的来宾 然后现在是 对 是他的这个出场时间 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 就是因为这个疫情当中 我们今天在聊这个疫情当中的这种艺术创作 那我们今天现场其实也是请到了一位 这个在疫情当中的这个艺术创作者 然后他是一位这个跨文化的导演 然后电影制片人 然后他最近正在这个 进行一个非常有趣的艺术项目 那我们接下来就有请这个导演小言 李小言 然后他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他最近正在拍摄的一个非常有趣的艺术项目 然后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会暂时留给小言 然后之后我们会再回到我们的这个讨论的现场 就非常感谢给我这样子一个时间 我觉得还挺有意思 就是听大家各种专业人士 在自己的领域里头做一个分享 那其实就像主持人说的 我这次也是因为疫情吧 所以有了这个时间作为一个创作者 可以开始从写作啊 先从写作开始 然后再做制作拍摄 然后一半的完成了 完成了一半的我的这个短片作品 然后名字叫做Bright Token 然后中文名我们暂时翻译成这个魔方 实际上也是讲述这样一堆跨国情侣 然后在面临着家庭这个压力 还有文化差异的这个情况之下 怎么样去做出他们对未来的选择 一个最重要的决定吧 就在他们人生当中 所以也是希望说通过这个直播的空间 跟大家介绍分享一下 然后同时呢 也因为我们其实也有遇到一定的困难 其实也跟疫情有关系 因为疫情期间相对来说 我们去申请艺术基金也会更困难 然后压力也就是 就是国家嘛 国家基金基本上 他现在申请人也多 然后资金也少 所以我们基本上都是自我方顶 就自己掏钱出来拍这个项目 然后走到这一步我们已经拍完了 然后就现在要去做剪辑 因为其实专业的人士都还是挺贵的 他不会说因为我们在疫情期间 我们就降价了 所以呢 对所以其实我们遇到这个问题 想要说 我们也在做这个众筹平台 希望说可以 让大家知道一下 我们在做这个项目 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 就是不知道会不会有一个二维码的出现 可以了解一下 因为这个平台上也有我们的项目介绍 也有我们自己的一个视频 然后团队人员介绍 然后如果大家愿意支持的话 我们会感激不尽 对 好的那非常感谢小妍 其实这里也想 对 谢谢小妍 然后 对这里也想就是提一下 就是我们此间沙龙的这个英文名 是叫做这个in-betweeners 然后所以其实我们本身 这个沙龙的一个立场 或者说我们希望去连接的这群人 也就是这种在中西的文化之间 在不同的领域之间 然后希望去有这样的一个跨界的对话 所以我想小妍的这部片子 其实是跟我们沙龙本身的这种 价值观也是非常接近的 然后我们也都知道这个疫情之下 大家都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一些困难 所以也非常希望就是 不管是不是人在荷兰的这个观众朋友们 都去支持和关注小妍的片子 然后这个链接我们回头会在这个直播间里面 去放出来 然后那再经过了刚才这场小小的 这个事故之后 我们现在继续回到我们的这个讨论的现场 那我看一下今天的这个时间 我们现在差不多还有个十分钟的时间 所以我们会简单的就是 回答一些这个观众的问题 好 谢谢工作人员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所以可能不能每一个都达到 我先看一下 这个 好 那我先给小林一个问题 就是这里有一位观众就问到说 中国和荷兰的艺术交流 现在大概是什么样的状态 荷兰人对什么样的中国艺术感兴趣 就是中国和荷兰的艺术交流 我们做了大概已经有十多年了 其实还是非常活跃的 我们做了非常非常多的领域 包括我们做这种双向的驻流 做这种 比如说我们在阿姆斯丹 也做过很多场的中国艺术家的驻流 我们也做了很多的展览 那包括荷兰的艺术家 我们现在也是会引荐到中国去 我们在美术馆 包括不同的艺术机构 去做一些这种双向的互动 就是那个问题基本上是这样的是吧 就是基本上还是挺活跃的 现在我们可能从教育 就是艺术的教育机构来说 我们也开始做更多的事情 就是不光是已经成型的艺术家 可能从这个大学这种院校的角度 我们也在做更多这种平台化的一些搭建 能让他们有更多 包括这种 比如说我们刚才谈过的网络的方式 也是挺好的一种方式 所以我们也在做更多的事情 我们也会做一些线上的工作坊 这样子的 荷兰就是荷兰对什么样的中国 康兰你有谈到 荷兰对什么样的中国艺术 比较感兴趣对吗 我觉得荷兰人还是思维挺开阔的 就是跟很多国家的人相比而言 荷兰人他们是能够接受蛮多种多样的艺术家的作品的 就是不光是摄影或者是装置或者是油画 或者是这种就是比较前卫一点的艺术 包括这种传统的 也都有 其实蛮多元的 就跟他这个民族一样 其实都还是蛮多元的 他没有说 紧紧追逐哪一种类型的东西 包括我们看他们收藏的中国古董 也都是在某一些领域 他收藏的古董也基本上是非常非常到顶级的 所以很多元这样子 好的 然后有一些问题我回头会再综合一下 现在大家对于这种 比如说最近的一些新的这种艺术展和一些新的这种艺术作品 都还比较感兴趣 这个我放到最后说 然后有一个问题 我觉得那个宋言和月桃也许都可以简单的回应一下 就是说其实现在也涌现出了很多这种跟艺术有关的作品 像电影啊 然后展览啊 然后美术啊 一些书籍啊 什么的 然后在你们看来就是现在涌现出的这一批东西跟历史上反思疫情的一些作品 在主题上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东西 可以简单的回应一下 关于这个问题 因为我的专业也不是艺术的 所以我是以一个兴趣爱好者来回答 因为确实可能是由于包括现在中国 中国的怎么说现在的我们这一代对于艺术甚至是博物馆有很多的兴趣 所以现在催生了很多与艺术或者是博物馆有关的相关作品的产生 当然这些作品产生肯定说是参差不齐的 周末会去看一下这 很多的是类似于像刚才小林还有岳涛讲过的都是这种社会性艺术比较强 很多人都是在参观艺术当中会感受到一种心灵上或者是心理上的这种共鸣 或者相同的想法而产生这种艺术的感觉 所以我感觉这种东西其实也是蛮好的 让每一个人其实都感觉到他也能创作这种东西 是不是我的某些东西也算是一种艺术的表达方式 所以我感觉这种还是蛮好的人们其实在满足了物质的生活之后 而进一步都会往精神层面上去走 我感觉这是一个蛮好的趋势 好 不知道岳涛有什么想法 刚才我们在那个大概是那个中场休息之前好像提到这个距离的问题 艺术创作与距离的问题 我觉得其实因为现在可能说这个回答这个话题还为时过早 这个因为星光还在进行的当中 可能我们还看不到这个究竟它催生的艺术或者好的艺术有哪些 有很多很多尝试已经在进行了 或者是之前就开始已经进行了 但是我说这个艺术 我自己个人的认为 它如果说我们光看疫情 它只是一个表象 对吧 真正艺术要表达的 其实它的内在的内核的一些东西 它并没有跟以前的那些要表达的东西 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其实它是利用不同的手法 表现的形式 然后来通过这个表象 它可能要表达的一种东西 不管是你是追求自由啊 或者是反思死亡呀 或者是追求一种美啊 它肯定是有些很深层的一些东西 都是一样的 人和自然的关系 人和科技 你怎么突破自己的边界 刚刚我们都已经说到了 所以我认为本质上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好的 那个那我们现在就进入 应该是我们今天最后一个问题吧 就也是抛给这个三位 其实在这个直播间里面 也有很多的这个听众就 这个观众朋友们就有提到 就是说那你们作为这个艺术领域的这个从业者 你们对于比如说这个当下一些艺术 最近有没有一些推荐的这个展览 或者书籍 或者一件让你非常印象深刻的作品 然后我想请三位就是挨个的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那先从先从这个 我觉得刚才被意外cue到之后 现在这个双一双一有点紧张 那我们先从这个资深策展人开始说起 小玲你先来 好 就是关于推荐的话 我想有一个美学管我挺想推荐的 就是它其实是有疫情期间开的 一开门就遇到了疫情 它是就是荷兰目前唯一的一个 也是第一个专门关注这个新媒体的 艺术的一个美术馆 在阿姆斯特丹诺的 就是在那个北部 叫Next 就是你们可以上网搜一下 那这个馆呢 就是就是我觉得应该是非常关注 这种比较前卫的包括新型媒介 包括我们自己有在做的这种AR VR 这种他们都有设计 这个我是比较推荐 其实你刚才有提到像书籍啊 然后电影这些 就是疫情期间我也因为有这个时间 也看了好多 然后把包括原来很多很老的电影游的时候 也翻出来看了一下 因为那次我跟我们家的孩子 看到有一个叫天空之城 就是他那个音乐九十样的 然后那个宫崎俊做的一个漫画 我跟我们家的孩子一起 又把这个电影看了一遍 然后我突然发现 过了这么多年 我突然把这个电影给看懂了 就是之前一直认为它是一个 就可能我的孩子自己现在也是这样认为 它是一个关于友情 关于勇气 关于梦想 关于探险的这么一个故事 但是我们经历了这么多年 你看就是艺术家他有多么的超前 他八十年代做的作品 我现在突然看懂了 在科技发展到了现在今天的时候 我突然看懂了 哦 原来他其实在讲我们人类未来的命运 就是那个到底 那个科技发展的未来到底是噩梦还是美梦 事实上是要引发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而且他的音乐也非常的美 基本上是 故而不忘 所以我其实挺推荐大家再去看一遍的 今天提到艺术要推荐 对吧 我特别带来了两本书 我想跟大家稍微推荐一下 这本是我刚买的 从国内买过来是第一堂课 是乌宏老师的第一堂课 因为我听到那个有播客里推荐 我就去买那本 我刚刚开始读还没有读完 他这个老师是在哈佛和芝加哥大学 教中国美术史的 就是教那个通史教育 就给大一的新生或者研究生 一年级的新生第一堂课 就是一个introduction这样 然后他把那个西方东方 特别是关于中国的 把各流派贯穿起来 每次都有个主题 比如你怎么看中国艺术里的女性啊 就各个不同的阶段 怎么看一个屏风的作用啊 或者一个它的目的 一个纪念碑是什么意义啊 什么就是从这种大美术的角度来切入 反正对于中国人来说是非常新鲜的 而且它的是非常非常通俗易懂 因为是introduction这个课 我觉得有很多就是观众也问 以前也问过我 就是说如果说家长对艺术 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 或者没有学过的话 怎么让孩子感兴趣 我觉得家长可以先读读这本书 对吧 还有一本呢 是西方美术 也是一个入门的一本书 就是大家很多人可能就知道了 当然是就是 公布里克的 公布里克的那个 艺术的故事 里面有很多很多图片 也是写的深入浅出 非常通俗易懂的 我觉得不管给小朋友看 或者是家长先可以自己做做功课 梳理一下这个艺术的概念 还是一本很不错的书 好 我就推荐这两本 我其他可以推荐很多小说 什么侦探小说 我读了一大堆最近 反正 但这个可能是有点跑题了 我让双玉少爷来推荐吧 好 谢谢 那刚才就着岳涛老师说的 我来继续推荐一本 比较更怎么说 更入门级的一本 艺术类的书籍吧 也是我比较推荐给我身边的人 他是叫做日本的一位学者 叫做中野精子 他出了一套叫做 《名画之谜》的书 因为书现在在我家 我今天早晨忘记带来了 然后其实这一套书 是非常入门级别的 它是会讲了每一个 很多世界出名的画作 它背后的故事 大家就会看这本书的时候 就会像看小故事 或者看小说一样 从而了解每一幅画 背后所产生的原因 以及它所蕴含的故事 我感觉这一套书 甚至比刚才老师推荐的 这个艺术的故事 这一本书更容易一些 所以我感觉这一套书 绝对可以激起你 对于艺术的兴趣 那么关于博物馆 我比较推荐的是 从上个月刚开展的 在阿姆斯特丹势力博物馆的 乌雷 Was Here 这个特展 那么乌雷呢 很多大家都知道 乌雷它是 可以说是 行为艺术之父 本来这个博物馆呢 从去年就开始策展 它本来叫做乌雷 Is Here 因为在当时乌雷还没有去世 但是呢 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乌雷不幸 去世了 因为他最早的时候 还想让乌雷到当现场来参加开幕仪式 但是由于他不幸去世 于是这个特展就改成了 乌雷 Was Here 在这个特展当中呢 把乌雷在 他一生当中的很多创作的 跟行为艺术 甚至是他其余艺术创作有关的内容 做了一个个人的回顾展 也是他死后的最大的 第一次也是最大的一次个人的回顾展 我感觉如果在荷兰 甚至是荷兰周边的小伙伴们 其实也都可以来看到 但是说实话 其余的博物馆由于疫情的原因 其实很多展都被迫取消 或者推后了 但是这一个展绝对是非常值得看的 我的个人本月最佳推荐 好的好的 那非常感谢各位嘉宾 今天的精彩分享 然后也感到很抱歉 我们中间出了一点点 这个小的插曲 但是整个来说 我觉得今天 我自己个人就觉得 今天还是挺幸运 就是可以在这里 跟大家一起来讨论这个问题 那么我们回头呢 也会有一个完整版的视频 在这个不受直播中断的 一个完整版的视频会上传 那么也希望大家能够 进一步的关注我们此间沙龙 然后此间沙龙是一个 这个有一群荷兰华人 创办的这个独立的文化沙龙 然后我们希望能够通过 沙龙这种形式 分享知识 打破偏见 然后建立一个 在荷兰的这种 华人的知识社群 也希望大家能够 持续的关注我们的活动 然后最后就是 谢谢各位嘉宾 谢谢这个直播间里面 一直坚守到现在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周末愉快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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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